如果人生可以重新選擇 我想選擇我的工作 因為我覺得工作佔人生很長的時間 如果那件事不是自己最喜歡 只是為了生活會很不同 如果讓我重新再選擇的話 我會選擇性格 因為從前我覺得自己比較被動 以及有一個規範關於自己 今天如果讓我再選擇 我寧願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 很隨心很隨意 想選擇的東西 可能是自己要學會 怎樣更加要照顧自己 怎樣令自己的心靈 舒服滿足 是我現在要學習和尋求的東西 如果我再選擇過的話 我會希望自己可以開啟小時候 去接受到一些新的東西 有些機會的時候 我不會太多恐慌 在我心裏覺得 其實我好不可以這樣做呢 很多顧慮令到很多事情 我沒有取得到的 如果我可以選擇 如果我可以選擇 我會選擇 不再浪費時間 不浪費時間 去罵任何場教 不浪費時間 我兒子找我的時候 不放下我做的事情 去給他 我不會浪費時間 不告訴我老公 我很喜歡他 就算他起了毛孔 冷了也好 我不會浪費時間 不做這件事 我不會浪費時間 去發出任何一個脾氣 遺憾嗎 沒有說遺憾 如果有選擇 我會早些生小朋友 因為早些生小朋友 我就覺得 可以和他享受的時光 會再多些 我不是想和你做的 當時你做事 你做事 跟他做事 很喜歡 我自己的地方 做事 香港的地方 它是很相互 它是很相互 因為他是非常相互 天使的地方 對於香港的地方 我非常相互 我生長得很相互 非常相互 现在最爱自己是可以很勇敢 和觉得很安全去表达自己内心真正的想法 这刻我最喜欢自己 其实都是一个性格 因为我觉得已经改变了 因为我今天就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 我见我自己喜欢见的人 所以我觉得每一天我都是享受我的生活 好像一个艺术 因为我觉得自己一个人做的事实在太少 但当遇见其他人一起的话 就会创造很多的可能性 当然我不会说我现在100% 感到舒服自己 但相对来说 其实我自己都看回 譬如我20岁、30岁的时候 很多事情很多时候我不是在做自己 可能我知道自己不需要太介意 因为说真的很多事情已经经历过 我知道其实我不需要太介怀身边的人对我的看法 我自己其实需要做令我自己开心的事 以前是比较封闭和自我一些的 但现在我觉得认识多了自己 比较封闭和身边的人交流 我觉得这件事是会更加可以对我自己的成长更加有帮助 我想我喜欢自己现在 自由了很多 没有那么介意别人怎么看我 亦我会尊重自己的感觉 而去表达自己 我也觉得有一件事很喜欢的 就是其实那个年纪反而大了的时候 人的心是会谦虚了 更加愿意去学习 更加愿意去聆听别人 我觉得这件事是很快乐的令我 听说的 是由我们听说一句 你熊躁说一句 我们听说一句 您听说一句 你听说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